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帮我把这个交给她 她怎么在这儿 拜托 拜托啊 那什么 你怎么在这儿啊 废话 老子来训练的 不是 这个是刚才那边有个女孩 她让我 抱歉啊 我不喜欢太直接的 我 妹妹啊 你还小 不要被别人的表象所欺骗 她李时琳是什么货色 我再也清楚不过了 真的 她这个人 你就是嫉妒你身边留着 我嫉妒她 你 你什么人 你们可以叫我吴教练 这次训练是要从你们当中 选出最优秀的 代表我们是去参加比赛 首先 我先说一下纪律 我们实行军事化管理 迟到这种事一定要杜绝 报告 你是哪个学校的 叫什么名字 我是副中的 我叫许天一 刚说完不要迟到 就来了个不性命的模范 怎么 什么借口 扶老奶奶过马路了 报告教练 我没迟到 你看 不用给我看 你是什么王子少爷 让你早点来累着您了 不是 教练 我这个人吧 还有一点强迫症 就是必须指针走到点了 我才能动 要不然 我就浑身都不太舒服 笑什么笑 强迫症是吧 一会儿训练完以后跑圈 看好你手里的表 一小时二十圈 一分钟都不能少 归队 虽然你们都是各个高中 推荐过来的 但我很怀疑你们每个人的水准 所以我准备 明天进行一场淘汰赛 你们好好准备 李诗林出列 到 你之前得过阳光碑的第一名啊 是 有什么了解 不错 队里先暂定李诗林作为队长 负责早晚的热伸和拉伸 是 一会儿训练完 你监督他跑步 其他人 准备开始 是 时间到了 好 累死爸爸了 你这速度连猪都跑不过 怎么进来的 又不是你来跑啊 违反规定的又不是我 你纯属活该 我跟你说啊 你这个叫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你知道吗 再说了 你又是怎么进来的 跟你无关 你等着 明天比赛有你苦头吃 怎么一进来就要比赛 这是什么绝对求生的玩法 以后日子该怎么办呀 但凡许天一能安分一点 我觉得我们都能好过不少 得了吧 教练就是给我下马威呢 我跟你说算我倒霉 刚来就被甩了口大锅 还是求求许大爷 别再因为您增加训练难度 我就谢天谢地了 你没听过一句话叫 求人不如求己吗 你说 咱们还能不能留下来啊 我听说那个李诗林 是那个医高的李诗林吧 我说的怎么名字这么耳熟 我听说他挺厉害的 得过很多第一 他肯定能留得下来吧 他能有多厉害呀 跟咱们许大爷比呢 都不困是不是 打扰我睡觉明天我迟到了 你们接着陪我跑圈啊 睡觉睡觉